這張Slide 牧長們花了很多時間 來做出來 我們要文絕制的好幾個版本 每次早上中文也不是很好 最後有這一個版本 今天牧師不在 我們來表演一下這張Slide 大家我們一起來念齁 我們把這一個是我們今年2014年教會的主題一項 在四個階段 我們要在不同的地方來更加的增長 我們一起來念齁 進入應許 活出得勝的生命 掌成基督的品格 持守合一的建政 建立榮耀的教會 宣揚永恆的國度 所以 下一張 所以 今天我們就造表操課 就講第一個 你要起來進入應許 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到底知不知道 我們的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當然有人來問我們這些屬神的兒女說 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做來回答他們呢 你是否確信你有答案呢 我再問大家 這些目標 人生的目標 是否具有那永恆的價值呢 是否合神的心意呢 這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基督徒來講 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應該要直觀的去清楚明白的 因為人生短短幾十年如飛而去 我們一眨眼十幾二十年就過去了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我們人生走這一招 到底所為何來 人生到底是為何而戰 如果說我們不知道我們是為何而戰 我們在那邊奔跑 有可能就是突然奔跑 我們應該要知道說 我們的目標是在哪裡 如果說我們不知道我們的目標 我們不知道我們清楚那個方向的時候 無論我們走的有多漂亮 無論我們跑的有多精彩 都有可能是突然奔跑 最後我們當對我們不勝利 保羅告訴我們 我們奔跑不要像是無定向的 我們鬥拳不要像是打空氣的 如果我們人生的目標沒有對準 我們可能有各式各樣的條件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恩賜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才能 我們的努力都比別人好 但是最後還是突然奔跑 對教會來說也是一樣 對我們教會來說 我們要有一個意向 我們要知道神 到底要把我們帶到哪裡去 我們要知道神 在我們當中的託福是什麼 我們要知道神的旨意 在我們當中是什麼 我們要知道神 要我們教會往哪裡去 今年對我們教會來講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因為我們中華貴族教會 已經成立了40周年了 我們教會在過去的這麼多年來 神忠心的 在我們當中 興起了很多忠心的仆人 這些仆人在我們當中 在開荒建造 我們經歷了許多神的恩典 許多的長輩在我們當中 忠心的服侍神 也忠心的服侍他的教會 所以我們中華貴族教會 今天可以有這樣的規模 兩個禮拜前 我們當中的李志淳長老 帶著他的師母 來參加我們的主日聚會 我很感謝神 我有機會 有聽到他的一些分享 他告訴我說 過去我們教會 有什麼樣的歷史 有許多的需要感恩的地方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 在多年以前 我們教會在堂堂 那時候我們是租用的場地 他特別告訴我 主日學 兒童的主日學 是在一個樓梯間裡面 來舉行的 就在那裡 主日學老師 是帶著孩子們 在那裡 開始來學習神的話 前人是便手知足的 辛苦的建立了教會 其中有多少的淚水 有多少的汗水 有多少神的恩典 我們應該要來一一的所算 所以 今年在 今年的十月份 我們教會 會有一系列的聚會 我們要來回復 要來感恩 要來掌望 我們中華貴谷教會的四十週齡 所以一群長老 跟同學們 現在正在進行 許多的策劃 讓我們一起來 拭目以待 來期待這一系列的聚會 四十年了 得之不義 無論是對人生 或者對教會 這四十周年 這四十年 都代表了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更重要的是四十年之後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約束亞紀 對以色列來講 以色列人出埃及 是一個新的開始 是一個新的階段 是一個新的挑戰 對我們來說 約束亞紀 一樣的 也要在今天 在這個時候 要來提醒我們 我們對未來的掌望 我們今天要一起用 約束亞紀的第一章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要怎麼樣來掌望未來 我們可以重新對焦 我們可以看見一向 我們可以繼續的來向前奔跑 所以我們大家 請大家來打開 來約束亞紀的第一章 我們要念第一節到第九節 約束亞紀第一章 第一節到第九節 下一節再一次來 由我來念 耶和華的夫人摩西死了以後 耶和華小玉典摩西的幫手 任了兒子約束亞說 我的夫人摩西死了 現在你要起來 而眾百姓過這約旦河 王國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 管你們交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 賜給你們了 從曠野 而這里巴嫩 到佛達大河 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自落之處 都要做你們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 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我怎樣與摩西同在 也必照樣與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丟情 你當鋼強壯膽 因為你必使這百姓 承受那地為業 就是我向他們列如啟示 應許賜給他們的地 只要鋼強大大壯膽 謹守遵行我 不然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移左右 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 總要奏夜思想 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坑通 凡事順利 勇姊妹們我們一起來念第九節 勇姊妹們我們一起來念第九節 勇姊妹們我們一起來欠負你嗎 你當鋼強壯膽 不要懼怕 也不要心狂 因為你無論往哪去 有阿倫神必須我們不在 勇姊妹們我們一起來祈求 主來跟我們說話 我們一起來訪告 現在的主我們在裡面講 我們真的是感恩 因為一切都是處於你 因為一切都是處於你的恩典 過去當中你在我們的教會 有諸多的恩典 你帶領我們 這樣子有四十年瘋瘋瘋瘋的恩典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一樣的祈求神 你繼續的來帶領我們 你繼續的來恩待我們 讓我們前面是能夠更加的勇往向前的 求主你來幫助我們 來提醒我們 我們在這個時候 求主你來敞開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是來對你敞開的 讓我們每個人都能夠來迎聽主你的話語 我們的心也是能夠明白主你的話語 因為我們知道主你的話是何的重要 主你的話是靈是生命 我們求主來幫助我們 你的話可以來深深的感動我們的每個人 你的話可以來激勵我們每個人的能力 以至於我們願意來更加的愛主你自己 我們願意來更加的靜靜來跟隨你 我們更願意來進入一切的豐盛 求主你幫助我們 與我們同在 這樣子的祷告祈求 感謝 都是奉靠我主耶穌基督聖禮 好 耶穌雅紀是一本非常豐富 很多屬靈的一本書 我自己非常喜歡這一本書 也特別適合我們教會在這個時候 好好地來點入他 耶穌雅紀是在摩西五經之後 在十二本第十書的第一本 這裡有一條主線 這個主線就是神給以色列人的應許 在第一節裡面這裡說 神小玉與耶穌雅 神給摩西的應許也一樣的 給了耶穌雅還有新一代的也有以色列人 再往前推這應許 其實也是神給以色列人的列主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應許 這是神給了他們 迦南美帝那一個應許之地 神的應許是永不改變的 往前推這個命令不只是給約束亞 給摩西 給亞伯拉罕 往後推這也是給我們以後 歷史歷代的人 一直到新約 一直到現在 是給我們每一個人的 所以這裡理解說 耶和華的徒人摩西死了 然後神要摩西的幫手 約束亞繼續承擔帶領以色列的責任 神是一代一代的不斷地掀起祂的苦人 去完成祂的計劃與工作 對我們來講是什麼意思呢 對我們來講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就是弟兄姊妹 It's your turn 現在輪到你 我們要不要來加深一下印象 我們來練習一下 我們跟左右旁邊的人說 現在輪到你 神給約束亞的命令 就是給我們每一個人 就是現在輪到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要起來承擔這個責任 在這裡 什麼是神的應許呢 加南美帝在出埃及集是一個美好歡呼牛奶與命之地 牛奶與命動植物的精華 是很豐盛的一個地方 在生命記的第十一章裡面講到說是有山有五 雨水滋潤之地 在那裡是神所眷顧的 從歲首到年終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神一切的應許豐盛都在那裡加南美帝 到了新約到了我們現在 這個加南美帝就是在基督裡 科羅西書的第二章第九節講到說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你們在他裡面也可以得了豐盛 這裡講的更包含了屬靈一切的豐盛 不僅是外在的 物質的更是在屬靈裡面一切的豐盛 常常有的人我們有些時候是外面很OK的 可是裡面不OK 我們外面很富足 可是裡面很凌乏 我們外面很光光 可是裡面很孤單 我們外面可以很成功 可是裡面卻沒有那真正的平安跟喜樂 我們需要有從神來那裡來的 安喜滿足與盼望 就唯有在基督裡 這一切的屬靈應許都要吃給我們 這是屬靈的應許之地 這是我們在今生就可以得的分 更是神要我們在基督裡所得的基業 這是耶穌來 是要我們得一個更豐盛的生命 這是神在基督裡 要我們可以活出那得盛的生命 這是我們這些相信神的人 可以進入那安息 是屬神的那個安息 所以弟兄姐妹們 這樣子的應許之地 大家羨慕羨慕 因者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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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許之地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去的 因者耶穌 這應許之地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進去的 大家要不要進去的 但是 但是 有人 不願意進去 在約束雅基的前面的 前一代的以色列人 他們沒有信心 他們不順服 他們隨己意 他們八月年 他們不願意按照神的意思 進入迦南北地 結果最後是怎麼樣 是在荒野漂流 沒有目的 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是被神撇在荒野 最後眾名滅亡 這是我們的經濟 正言書裡面有講到 沒有意向 明就放肆 這裡的放肆是 自己要怎樣就怎樣 是隨己意而行的 是在那裡 不是造主的喜悅 而是討自己的喜悅 是在那裡 不是造主的旨意 而是造自己的意思 沒有造神的引導 不走在神的計畫當中 這就是明就放肆 結果是怎麼樣 這是曠野漂流 最後的結局 就像這個明就放肆 這個放肆 最嚴重的翻譯 在聽見譜裡面 叫做perish 就是滅亡 對我們現在的人 什麼意思呢 對我們現在的人 我把明就放肆 我的翻譯是 明就放肆是 放輕鬆 無所事事 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就是對神的事情放輕鬆 可是對自己的事情 卻忙得很 對神的計畫 無所事事 可是對自己的事情 卻事物繁忙 有各式各樣的計畫 所有的眼光 精力都花在自己的意思 跟計畫上面 到最後 到最後 有可能 有可能 是白忙 異常 因為 在神的眼光當中 我們所做的 到底有沒有價值 如果神要我們所做的 所該做的 我們沒有做 就是在那裡瞎忙 白忙 當有一天 當有一天 我們去見楚面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 來對付交召 我發現 我們發現 一個真正有神的 托付 意象的人 當他生活在神的目的 與計畫當中的時候 他的生命 是亮麗的 是有活力的 是專注的 是豐富的 是踏實的 否則 不管我們在世界上有活成功 有多少擁有 我們到婚姻家庭是怎麼樣 到最後總還是有缺陷 到最後總免不了有遺憾 難免有增長 難免若有所失 有時候 好像有點boring 跟了無心意 boring跟了無心意 就是 像以前小時候 我很喜歡坐飛機 我很羨慕人家坐飛機 一上飛機就好興奮 可是你現在做多了 你就好害怕 以前 我很喜歡去吃buffet 一吃就好幾盤 吃buffet 好賺 可是吃多了 就好肥喔 這是走世界上的道路 世界上的道路是這樣的 但是走神的道路 永遠有心路 有新的超越 有新的成長 讓我們要來抓住應許 我們去得地為業 去享受那豐盛的作品 因為 神呼召以色列人 從埃及出來 不僅僅是要出來 而是要他們進入迦南 進入那應許裡面 對我們來講 也不僅僅是 我們要得救 而是我們要去過一個得勝的人生 神說 Let my people go 從我的百姓去 是為了 要我們能夠進入那榮美之地 進去那裡面 有各式各樣的公聖 各式各樣的福氣 更有神自己的同在 實在是好的物理 下一張 所以 神說 現在你要起來 起來 原文的一翻譯 這個起來 原文翻譯裡面有 Arise 起來 Get ready 準備 Get going 啟動的意思 是神要他的百姓 開始前行 這是一個命令 不是一個選擇 神說 要過這約旦河 進入迦南 也是一個命令 不是一個選擇 而且是現在 是現在對著我們每一個人說的 神說你要起來 你要起來 神說 我們要起來 當神來呼召我們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是應該要來 在那裡回應神的呼召的 我們是應該在那裡 天天來與主同行的 我們是應該在那裡 每一天的生活 從早上到晚上 在那裡得地為業 在那裡得看得見的經歷 在那裡得那看不見的 屬林的產業 藉著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因著主 得著那 可以存留到永遠的基業 每一個環境 我們都來經歷神做 在我們的身上 是蠻有神的旨意的 有基督的靈在 是有聖靈的引導 讓神的話 神的呼召天天來提醒我們 我們要起來去承受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是只有道 而是要有真實 不是只有知識 而是要有實際 在生活裡面 我們是可以大步的賣胎 是可以腳踏死地的 去經歷神的 有些時候我們會去學很多的東西 我們去學很多的知識跟秘訣 我們可以學到說 什麼是喜樂 什麼是順福 什麼是交通 什麼是醫治 什麼是溫柔 但是如果沒有起來操練 那就沒有真正的經歷 那就沒有真正的學長 所以常常 常常我們以為基督徒 我們就是每個禮拜來做禮拜 做著做著 我做太久 我就腰痠背痛腳都馬了 但是神說 你要起來去進入應許 意思是說 神拯救了我們 對我們是有安排的 對我們是有計劃的 對我們是有託付的 神會給我們一條道路 要我們走出去 去往前行的 神絕對不是要我們 一直坐在那個地方 第三節這裡有講到說 把你們腳掌所踏之地 都已經賜給你們了 在以色列的會過約旦福以前 神就已經把迦南地獄賜給他們 已經賜給他們 但是我們要抓住神的應許 就要過約旦福去 把我們的腳掌踏過去那些地 Where you set your foot 是腳要踏到地上去的 就是要走出去 很明顯的這裡說 我們必須要去走 不是站在遠點 基督徒的人生 是一個程度的人生 不怕慢 只怕站在遠點不動 不怕慢 只怕坐著不動 善主說起來 主已經為我們預備了一條道路 我們要腳踏過去 就能夠得到 在生活當中 當然我們要起來行走 一步一腳踏腳踏實地的欲處痛心 這個雖然不太容易 但那才是真正的for real 我常常一再地講 我們在教會要for real 是在我答案這裡 是完真的 基督徒的漢堡 基督徒的生活 不像是我們 不要說只是潛藏機制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個例子好了 我希望基督徒的生活 我們不是只是在那裡潛藏機制 如果我介紹大家吃一個非常好吃的漢堡 就是傳言中的那個叫做Coffee Beef Burger 神戶牛排漢堡 非常非常好吃 結果 你就只吃了 上下的兩層兩片的那個麵包 然後你回來告訴我 說也算是好吃啦 不過有點乾 有點乏味 就是沒什麼牛肉wear 其實你根本還沒有嘗過 那真正的Coffee Beef Burger 你要大大的髒口 大大的咬下去 劉姐妹 如果你大大髒口大大的咬下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真正的明白 那個美妙的滋味 那個表皮脆脆的 那個肉排脆脆的 裡面是多子攤牙 然後裡面咬下去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滋味 我發現我講到這裡大家都很有反應 所以劉姐妹們 我想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 我們要大大的髒口 主就大大的抬衝啊 主恩的滋味 主恩的滋味 是要我們深深的去嘗嘗 或是說 我們今天有些時候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說好像沒什麼活力 有些時候會覺得有點乾有點乏味 因為 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的去經歷嘛 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的去放開護法嘛 有時候你們會不會覺得 我們會覺得說 不是聽說神有那美好的應許 在我的生命當中嗎 聽說 但是聽說是聽別人說 那我們自己呢 我自己會覺得說 神在我的無因當中 有那美好的應許 可是為什麼我還在掙扎 神在我的家庭當中 有那美好的應許 可是為什麼我還在掙扎 神在我的人際關係當中 有美好的應許 可是為什麼我還是在掙扎 神在我的教會 我的服事當中 有那美好的應許 可是為什麼我還是在掙扎 就是 我們需要 確確實實的去經歷 去尋找 那樣子的經歷 那樣的應許是要去經歷 我們不是停在原點 而是在那邊一步一步的往全行 去實際的經歷實際的去 否則 我們就常常會說 奇怪 為什麼別人有一堆的經歷 為什麼別人有一堆見證 這些見證可能嗎 為什麼我都沒有 他們那些見證好奇妙喔 真是 沒有辦法明白 他們為什麼有那樣子的見證 唯有 真正經歷神 親眼見神 不再是 那種從前 封門有你的 真正得到神 或真正明白 那美妙的智慧 再來 下一篇一章 這裡神說 你當鋼牆狀態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人害怕 這個時候的約旦河水是葬過兩岸 面對的敵人 這一大群的以色列人 要安全的過河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再加上 再加上他們面對的敵人 他們面對的敵人 是強大的敵人 生命禁第九章裡面講到說 他們敵人有廣大 堅固 高的頂天的誠意 那些雅納族人 又高又大 跟他們比起來 就像丈母一樣 在他們面前 我們誰能站立得住 但是這裡神說 你要剛強壯膽 就是要堅定勇敢 第五節這裡說 神說 你平生的日子 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我也必與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也不憂其你 這裡 神很清楚 很明白的把他的應許 講憂 可是 為什麼還害怕呢 這裡面有一個核心的問題 這個核心的問題 就是信心的問題 信心的問題 你能剛強 是因為你相信神 你明白神的應許 你深深的認識神 是因為你有深深的經歷神 你害怕 因為心情不夠 因為懷疑 因為沒有經歷 以色列人仍然害怕 是因為十十年了 習慣了做別人的奴隸 習慣了在那邊沒有目的的漂流 習慣了在抗喝肉 在安逸裡面 習慣了在那個 不進步的失敗當中 沒有信心 滿有疑惑 怎麼可能打贏都不用 但是 但是神在這裡 有三次連續的說 一 你當剛強壯膽 二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 三 你當剛強 不要懼怕 也不要金黃 神是一而在 再有三人來奔赴我 因為 其實 我們信主以後 我們信主以後 不是就一帆風順 也不是就天色常來 雖然 當然是 有些時候 我們會碰到挑戰 我們會有困難的時候 但是人常看的是環境 不是倚靠神 不是看神 人常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 權勢跟錢財 他們不相信神 會害怕 當然就很自然 膽怯了 自然就失敗了 所以 聖經裡面有講到 我們的仇敵 像吼叫的獅子 像吼叫的獅子 我就覺得很奇怪 獅子為什麼要吼叫 獅子都是 然後就 就撲上去 就吃掉獵物 為什麼要吼叫 獅子很吼叫 是因為我們就 下得微軟 就乖乖的在那裡被吃掉 你必須要有信心 你知道你是大能力的 你知道你是有兵器的 我們的兵器就是神的話 神的同在 我們是應該要起來反抗的 我們是應該要起來爭戰的 我們是要起來得勝 所以弟兄姐妹們 我們常常看到我們眼前的困難 像大山一樣的擋在我們前面 特別是 我們眼前的這台大電視 80吋的大電視 像大山一樣的擋在我們前面 特別是裡面演的 如果是Super Bowl 超級杯 或者是NBA的Final 就像大山一樣的 籃子在我們前面 我們公司裡面的大Project 也是像大計畫 一樣大山一樣的籃子在我們前面 我們公司的老闆 那像巨人一樣的身軀 就像大山一樣的擋在我們前面 我們生活當中 的確是有很多大山擋在我們前面 但是弟兄姐妹 我們可以靠著對主的信心 我們可以鋼牆 大山可以被挪移 大海可以被分開 那大河 那葬過兩岸的月亮河 從上往下流的水 變在極遠之處 在撒拉旦旁的亞當城那裡 停住 立起成雷 那往亞拉巴的海 就是沿海 下流的水 全然斷絕 這裡說 立起成雷 全然斷絕 哈利路亞 神的能力 跟神記照的當中 我們可以靠著神 當我們願意 踏出那信心的一步的時候 然後河水就分開 百姓就走過去 所以 牛姐妹 各樣的環境 攔阻 個性 脾氣 軟弱 破口 都像大使頭一樣 在攔阻我們 無法前行 我們會沮喪 我們會frustrate 但是千萬不要輕看自己 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要相信神 在有信心的人 這些攔阻 在有信心的人 這些攔阻 是我們人生提升的一個機會 是我們超越的一個 墊腳石 失敗者 把這些攔阻當藉口 得勝者 卻把這些當成是我們人生提升的一個階級 第一 請大家曉得 如果 我們跟隨神 而神 把我們帶進了困難 風浪跟遭遇當中的時候 如果我們跟隨神 而神把我們帶進困難 困難跟遭遇的時候 絕對不是偶然 我們所有的光景在神面前 馬上就顯露出來 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機會 就顯露在神面前 我們對神的認識到底有多少 我們依靠那種禱告的生命有多少 我們對神的信心有多大 我們愛著愛人的情況 到底是人如何 馬上就顯露出來 但是 但是 如果 你們 還是一樣 剛強往前行的時候 這些環境 都要成為我們經歷神的機會 我們的心心可以被試驗 就比那被火的試驗 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可以在那 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著稱讚 阿門 再來 再來 我們要謹守遵行神必同在 下一張 第七節這裡神說 這裡神分布以色列的 要謹守一切的御法 奏業師講神的話 不離開我們的口 並且要去遵行這一切的話 這裡說到 神的話在我們生命當中 扮演的一個何等重要的角色 我們當然要去做足 那種準備的功夫 我們要好好的查考聖經 我們要好好的去認清神的話 神的話 可以讓我們清楚明白神的旨意 讓我們知道方向 知道神的應許在哪裡 我們就知道我們怎麼樣去過 我們的人生 不會在那裡上上下下飄來飄去 神的話 可以讓我們去操練我們的鋼牆 面對頭禮的時候 有了神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理直去撞 然後我們也要來奏業思想神的話 讓神的話存在我們的心裡 讓神的話跟我們產生那真實的關係 我們常常天天我們嘴巴講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話但是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對人或對自己有幫助 我們要讓神的話 常常來充滿我們的嘴巴 太多的時候 我們自己有各式各樣的想法 我們有各樣的觀念 在充滿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充滿在我們的嘴巴 但是就是沒有讓神的話 來充滿在我們的裡面 讓我們的口 常常滿有什麼話 但是這裡神說 當我們驟練思想祂的話的時候 神告訴我們 如此我們的道路就可以分通 如此我們就可以凡事順利 再來這裡說 要去遵行神的話 去遵行神的話 就是聽到了知道了就去行道 感動了心動了就去行動了 要有行動 總不容易 對很多人來講不太容易 我剛剛說我們基督徒 不只是做禮拜要走出去 基督徒也不是只有聽聽道而已 這個世代的基督徒 有時候會有兩個極端的現象 一種極端是喜歡參加特別的聚會 裡面充滿了各樣的感情 我們一會兒笑一會兒哭好感動 但是你問我為什麼感動 我說不知道 另一種是我們去山上有培靈奮心 有很棒的講員 有精闢的講論 這裡是怎樣那個是怎樣 理性上我們很有道理 下山後好火熱 三個月之後做不到就沒火 我們就要再等下次的聚會 為什麼許多的聚會 培靈奮心轟轟烈烈的結束 激動了一會兒然後就沒有呢 他要再等下一次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辦法影響到我們 深深的心靈裡面 沒有辦法帶出那真實生命的突破 沒有讓我們的生命 真正產生那不一樣呢 你兄姐妹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從靈裡面被改變 不僅是在理智上領悟了 在情感上有激動了 更在意志上 意志上有決定 我定義跟從 我願意降服 才會有真正的生命的改變 生活就會從此不一樣 所以 我們在聚會當中 有感動很好 有感覺很好 但不要讓這些很快的就消失 我們要把神的話真正的帶回家 才有意義才有幫助 所以弟友姐妹當我們在敬拜結束的時候 末導的時間 我們要默想一下 我們專心的有一段時間 我們跟神有安靜的時間 今天神告訴我了什麼話 什麼樣的提醒 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整理一下 所以末導的時間 我們應該來回想一下 整理一下 如果你默想了 你整理了 誒 剛剛講完講什麼 怎麼一點都想不出來 那這是我的錯 對不起 我們還是可以回去 看一下臉書 Facebook YouTube 再review一下 我們的通過很辛苦 每個禮拜都把每一片信息 放在網路上面 我們應該要好好來珍惜 好好來使用 對付一種幫助 如果 你在默想之後 你默想了 你整理了 有一些的感動 有一些的得著 那你就把神對你所說的話 打個結 帶回家 這就是 我們每個主日 進出教會 我們每個主日 來這裡 進出之間的 delta跟增長 就是我們每個主日 進出之間的那種更新 進步 漸漸的 漸漸的 神的話就越來越充胖 神的話就越來越活出來 在我們每天的生活當中 所以 柔姐妹們到我們去明白神的律法 去抓住神的應許 去遵行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不偏離左右 如此 第九節這裡 最後講到說 神應許我們 無論往哪裡去 焉華 你的神 必與你同在 這真的是太寶貴了 這是一個很寶貴的應許 無論你往哪裡去 我們的神必與你同在 神的同在何很重要 一直以來 我一直有一件事情很困擾我 就是好像我們在不是 為什麼我們也是很認真努力 我們也是衷心擺上 我們也是竭力追求 也有很多的恩賜 但是事情的結果就是圓滿 好像我們所有的努力都錯了 好像我們所有的擺上都錯了 到底是為什麼 到底神的心意是什麼 為什麼神的祝福下不來 有沒有可能 是因為我們沒有走在神的職義當中 我發現 如果不在神的職義當中 沒有神的同在 如果沒有神的同在 不管是多少人多少努力 多少擺上都還是不夠 不對的當然不對 對的也不對 但是當我們遵行神的職義的時候 有神在我們當中的時候 當神動功 神介入 神的祝福就下來了 對的也對 不對的也對 夠的更夠 不夠的也夠了 同樣的 照每個人 我們的個人跟家庭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 為什麼有的人 很有很多的神的祝福 因為有神的同在 相反 如果沒有神的同在 在生活上 總是會有一些地方不順利 會有增長 所以 弟兄姐妹們 讓我們像 但以理一樣 但以理 他被亡肯定 因為在他裡頭 有神的敵 讓我們像 約瑟一樣 在他主人面前 蒙恩 神使他手裡所貫的 盡都順利 因為 會有耶和華與他同在 所以 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的心意是要我們每一天都經歷他的同在 聖靈在我們心裡面是要來充滿的 在那裡做工的 然後 他的同在 他的引導 他的能力 他的保守 他的管教 他的塑造 都顯在我們的身上 然後 我們一天比一天更有長進 我們一天比一天更合神的心意 我們一天比一天更基督神的應許 我們一天比一天更得到 神所賜的 那豐盛的產業 讓我們 在平凡的生活當中 有那不平凡的經歷 讓我們 在世上 雖然是轉戰客居的 但是我們卻能夠得到 得到 那永活的基業 所以 這裡 約束曉集第一章 告訴我們的是 神有恩典 同樣的 人需要有 順福與尊敬 神有應許 同樣的 必須要 人起來 進入 神有呼召 人必須要去回應 我給大家一個比較 以前的 以色列人 從愛子出來 他們只知道有應許之地 可是他們沒有進入應許之地 因為他們沒有專心跟從神 可是約束曉 聽從神的話 就專心跟從神 就得以進入那應許之地 所以 我每一個人 聽到了 就起來 走出去 就專心跟從 有信心 就剛想動的 也可以進入那應許 得到 主裡面 一切的公聖 我們在生活裡面 每一方面都得聖 我們的生命 可以多彩多姿 我們的生命 就可以到達一個新的境界 假設 舉個例子 假設 今天有人送給我們一張免費的門票 就是傳言中那個快樂的不得了 好玩的不得了 夢幻的不得了的 迪士尼 遺失那一門票 每個人都有一張 然後 我就很興奮的去 我到了門口 我覺得不錯 蠻漂亮的 我照照相 就回來了 然後我告訴你 我說迪士尼還好 也沒有傳言中那麼的棒 還有一點點無聊 結果我根本不知道 別人在那邊 很興奮的訴說 太空山有多刺激 海盜船有多奇妙 還有米老鼠的城堡 那個煙花秀有多夢幻 為什麼 我說有點無聊 是因為 我根本沒進去 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 那就是 沒有藏過主恩的滋味 那就是 沒看過 主裡面的風聲 所以 我但願 我們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們是在那裡 承接使命 抓住應舉 回應烏招 起來前行 剛強壯改 活出信心 謹守遵行 神必同在 阿門 阿門 好我們現在請 我們的敬拜 我們會上來 我們來一起來敬拜 我們要上去走 謝謝 謝謝